金銅呢?是想和大家說一下單位的 單位,那... 單位是什麼呢?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都會遇到... 如果我們想... indicate 例如這一堆... 錢啊,長度啊 錢就是貨幣啊,長度,溫度啊,時間這一堆東西 那我們都需要用單位幫我們 那如果沒有了單位呢? 那譬如... 你說我四十二,那代表什麼呢? 是你四十二歲啊,還是你想暗示你有四十二吋的空機呢? 那... 無從而知的,那我們需要單位去幫我們 進行量度一些事物 那... 簡介最常用到的單位,例如我們要量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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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度,間赤的Scare來說,我們會有... 厘米,啊,毫米,啊 那... 那一厘米,等於十毫米,啊 那... 一米,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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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啊,沒有什麼東西啊,單位 除了长度,我们最常用的也有时间 1个小时有60分钟 1分钟里面有60秒,这些都是 大家都知道的军业时间单位 除此之外,我们还有重量和容量 例如1公斤,1000克,1升里面有1000毫升 那少许多,关于毫升 我们可以用Mu,又可以用CC,两者都会有人说 那就是这样的,如果特别 中文叫毫升,英文可以读Mu,又或者CC都可以 那到我们今天所说的主角,单位转换 那单位转换呢?就是 有时我们需要转换一些单位 例如,我举个例子,像这里看到 1米64,1米64 那究竟有多少厘米呢? 那我们首先 要做的第一件事 那说明是单位转换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主角 拿出来 1米64,对不对? 那说明转换 那就是它将会吃某些东西 某些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先放在这里 那,然后呢,我们就要 衡量一下 我们现在是要由 米、meter 这个单位 转做去cm 那所以呢,我们要找回我们平时 用开的 一些行等式 例如,这里我们找出相关的行等式 这里1米等于100cm 1 meter等于100cm 那呢 在这个行等式里面呢 我们可以 将它 引伸出两个 加起来都是等于1的 vector 就是这两个 因为之前说过 1m 等于100cm 那我将它 拼过来 又或者由这边拼过去的话 其实这两个 都是等于1的 这个等于1 这个也是等于1 这个也是等于1 那呢,所以如果我将 我们开头所有的1米64 乘以1的话 那其实乘以1 1.64m 乘以1 那仍然都是等于1.64 那就 没什么特别的 那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1 这个等于1 就 那有什么用呢? 两个都是等于1 那由于我们要 转换的关系 那我们要 找方法 去cancel 这个meter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 是要计算出1.64 等于多少厘米的 那 那 如何更换呢? 我们要用方法 cancel 这个meter 这个单位 对 这个meter 这个单位 咦? 那 那 这个是成号 那 这个就变成了 一个分子 那 我们要找一个分母 是meter 那 两个分母 是meter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 然后我们把这个 搬过去 双成 搬过来双成 然后呢 meter 和meter 相约 这样呢 最后就变成1.64 成 上面这个 100cm 就等于164cm 那 这个就是 单位转换了 那 给多一个例子 给多两个例子 例如 货币转换 这样 这样 经常都会 发生的 例如 你去旅行的人 就会遇到 那 有少少不同的地方呢? 这里在说的是 为什么这里会用蓝色呢? 就是因为这个数字 其实会变的 即使我现在 在说 或者你在看 这部影片的这一刻呢 100yen 都未必是等于 7.9人民币的了 那 这两个数字呢 其实都会常常转的 不过不要紧 我只不过是 撿个例子 告诉大家 究竟 单位转换 可以怎样做 那 同样道理 我们又请主角 300元蜂子出来 然后 这第一条 一条恒等式 我们可以出两个factor 第二条恒等式 我们又出两个factor 那加上 就会有四个了 那 78人仔 over 100元蜂子 或者 100元蜂子 over 78元蜂子 另外一个都是一样的 那每一条恒等式 我们可以出两个 那然后呢 我们就要 找出 哪一样东西 可以有效地 帮我们 cancel 这个 庙子 MOP 的单位 而无意外呢 就是 我们要找一个 MOP 为 墳母 墳母 MOP 为墳母 的 这个 这个 convention factor 找到之后呢 就将它 拼过去成 那 到这一刻呢 这个 MOP 就可以和这个 MOP 的单位 cancel 然后我们做回 人仔 那我们同样 道理 我们要找一个 人仔 做 墳母 的 convention factor 将它搬到上面 这条式 那 然后呢 人仔 又可以和人仔 cancel 那 最后 我们 还有一个 common factor 就是100和100 都可以cancel 那 最后呢 就将300 乘以78 除以7.9 Yen 那么多 Yen 那如果计算没错的话呢 最终就会得出这个答案 2962 Yen 那 这个就是关于货币转换的方法 那举多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呢 我们会 转换一个 和速度有关的单位 那 为什么会选这个呢 就是因为速度的单位呢 会涉及到时间 和距离的 那第一件事当然 就是要请我们主角出来 那直接在上面抄下来的而已 那 那 时速18公里 也就是18公里 over 1小 1小里面 你走到18公里 那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 第二件事呢 想讲一讲的呢 就是 关于这里 它需要 由 小时 转做 秒 那 这个 对大家来说 应该不难啦 因为我们知道 在1小时里面 我们会有60分钟 在1分钟里面 我们又会有60秒 那 只要简单的成一成 我们就会得出 1小时里面 我们有60乘以60 那就是3600秒 那 这件事呢 我们稍后呢 就是会用到的 那 我们请完主角出来呢 第二件事呢 就是讲这个 我们关于距离 会有两个convention factor 就是 这些各自等于成一的 转换 factor 那 关于时间 我们又会有两个 总加起来 就是这四个 那 那 同样道理 我们先管这个 关于 距离的这个factor 那 距离呢 我们在 一开始的 分子上面 分子上面 我们有kilometer 这个单位 那 我们同样道理 我们要选择一个 这个 墳墓 又是kilometer 那就是这个 那所以我们 就 大家都熟悉了 把这个 拼过来 然后 kilometer 和kilometer 相约 很简单 然后 又在一个小时 里面有3600秒 我们要cancel 我们今次要cancel 是这个 墳墓的hour 那 所以我们要在 分子有hour的 这个单位 拿过来 然后 这个hour 和这个hour cancel 那之后呢 剩下的都是数学 很简单的数学 那 计算没错的话 就会得出 一个秒五的答案 那unic convention 呢 就说到这里